美械 她又想搞什么花样 那个 公差突然取消了吗 所以我就赶紧赶回来了嘛 小团圆 跑慢一点 小心一点 这山坡下坡凡了 早知道就不穿高跟鞋了 要偶像剧呢 我可不是那种容易摔倒的偶像剧女主角 关于小爱基金发起的专场活动 我已经看了大家的策划案 个人比较建议选择雅剧 雅剧 这时候咱们搞一个没生意的项目 是不是博不到关注 你太吃亏了吧 虽然雅剧在嘈杂环境中 对于有着正常感官的人来说 没有那么有吸引力 但是我们这次面对的群体是聋哑儿童 聋哑人天生在其他感官就比较灵敏 而且聋哑人在艺术方面 有着常人难以比拟的天赋 所以我觉得雅剧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而且在现场很有可能成为一抹亮色 但我听说 别的公司都是什么 音乐鲜花 梦幻独角兽 小型游乐场之类的主题 哦 还有请小艺人的 照片好拍 宣传也好写 不要把活动当成作秀 如果第一步你们就想着宣传效果 那么主角已经错位 怎么折腾都不会好 这次的活动名字个人很喜欢 叫做永无乡 也是小飞侠比德攀生活的地方 在那个小岛上 大家都可以无忧无虑地长大 活动方能够选择这个名字 说明他们也希望这些儿童 希望他们能够永远单纯 永远纯粹 个人也觉得 选择一种艺术形式的表演方式 会比一时的新鲜影响来得更长久一些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孩子们的心底 埋下一颗种子 对广阔天地的认识 和对各种艺术的特点 什么都可以 内容形式我们要区别于其他的主办方 我觉得听闻你在策划上显然 少年英雄的故事就好错 无论什么样的小孩子 健全或者不同 我觉得大家都要在心里 多一些状况和红热 怎会是好 也不能你一拍脑 就把吴欣打开设计业务大门的机会 当试验瓶子 哎呀 孟哥 副总的这么说了 肯定没问题的 是啊 我们好好打磨 肯定没问题的 VT来了 法国败匪刚刚进入国内市场 就跟我们撞了策划案 除了宋若昭之外 我也实在想不到 我还认识什么 跟败匪相关的人了 后续我来跟他对接 你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 突然这么伤心 难道是打算留下吗 没有即时上报策划案 确实是我的问题 所以我得对这件事情负责 没关系 这个事情交给我就好 虽然还没到截止日期 但是目前还没有上报的公司 就只剩我们一家了 为什么你一直不希望我跟他接触 是怕又有什么落信吗 芸开她是不会来的 一场连亲戚都要演员作假的婚礼 周小姐也没有必要再坚持了吧 芸开说要娶你 也不过是跟家里闹到叛逆 不然的话 她怎么会什么都不告诉你 芸芸 芸芸 别叫我芸芸 我不是什么芸芸 你就是 我已经拿你的头发 跟小汤云的DNA做过比对了 我知道 我以前做了很多 不应该做的事情 也理解你 落水后没有和我联系 回来也不肯与我相认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再说你不是了 现在是工作时间 我们不聊私事 我不是不想让你跟他接触 我只是不想让你不开心 好 既然这样 所有人都已经提交了方案 我们最后一个提交一定会规避所有的相同 你跟他们说我们不上报 会场见 那策划案 已经在安排了 不过看您这个合同 也不吃亏 不仅让我离职无心 还要日暮图缘的主播号 跟无心解约 在贵平台入住 无心刚刚成立的原创设计师扶持计划的商业板块 你就这样给折了 来了元甄 您的合作一样可以进行不是吗 那可不太一样了 你是聪明人 其实也不需要我说什么 至于数目的话 你还可以再提的 我吃好了 一会儿还有时间走 你要一起吗 我听完这首曲子吧 这首绝世乐 其实弹得并不怎么样 第二小节就有错误 还是不要听太久了 老样子 你喜欢的红酒牛排 来 用餐吧 你来了 来了 喝点什么 姐 你最近有点感冒 量得少喝些 不像我 身强体重 点两杯热的不就好了吗 那都不一样 这个是你喝过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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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了 谢谢 收下 你一定要收下 谢谢啊 我用手上的牛奶 换你的面包好不好 怎么你刚才就在附近啊 我听说有人要撬 陆老板的墙角 云开 咱俩从小一块长大 周温人都说我们迟早会在一起 我知道你比我聪明 比我厉害 所以我一直甘心追在你身后 可是陆云开 你为什么从来不肯回头看看我呢 这个黑妖子 她到底哪里比我好了 就是因为她长了一张 和那个女人一模一样的脸吗 不管她好不好 只要她站在这儿 我就原来只会看向她 那我算什么 本来也不算什么 你 你 你也知道 是宋儿章让白妃子公司 欠我了方案了 是她 你不知道 那你刚刚 倘若你不开心了 难道这个理由还不够吗 如果玩具场的事情 真的跟她无关的话 我听到这样的话 她 或许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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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这个坏女人 什么时候嫁得我 谁干的 还没下班 下班之前 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陆总这是刚从研发部出来 我看研发部 最近总是加班 QA也是挺忙的 是在 赶购什么新项目吗 是有款APP在组 我这个不重要的副总 也是毫不知情呢 重要的 之前我没有那个意思 因为你最近比较忙 所以没有跟你细说 一些研发上的事 不过如果你得空的话 我们约个晚 不得空 前面只有一间会议室还开着了 我就是去那间会议室 好巧又见面了 这是招我 是 你跟宋儿招手吗 不说 他可不是这么说的 他 他怎么说 他说 你们配合得很好 是最好的搭档 用我说得再明确一点吗 那天在公司碰到你 常设计时 你是来开会的吗 是啊 不过 你的会议室好像不在这儿吧 我 我已经开完会了 刚想喝杯咖啡提提神 有人给我指路到了这边 但我好像走错了 转了半圈也没有找到 你跟我说你碰巧路过 其实已经在门口 听了全场了吧 对 都是我做的 你不用这样套我的话 宋若川不可能这么说 我跟他到不了这种交情 你觉得你不该吗 周眠 你活该啊 这什么表情啊 我们在一起住了四年 认出你很难吗 对不起 周眠 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以为我们是 很好的朋友 好朋友 当初抛弃我的不是你吗 我没有 没有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给了我希望 让我对你产生了依赖 却又狠心将我抛弃 在你心里我只是一条狗而已 我却还天真的 拿你当我最好的朋友 你一定觉得我很可笑吧 够了 就是因为这个男人 恋爱 生子 结婚 就什么都不要了 你的设计第一次选题会就过了 你事业那么顺利 这么好的未来说不要就不要了 不是说要借成周老师的衣钵 要做喜欢的事业 要跟我画一辈子的图纸吗 这个男人有什么好 那天在玩具店 我问你后不后悔 你怎么说的 个人选择问题吧 也说不上 哪个比哪个高贵 狗屁个人选择 你就是为了他抛弃我了